警察大学校长陈泽文遭报五年前 与黑道出入招待所 疑似接受黑道招待 陈泽文声称是为了搜集勤资 但是警政署初步调查 陈泽文没有事先报备 事后也没有报告 前立委黄国昌就批评 警政署证实陈泽文胡扯 难道内政部长徐国勇还要继续包庇吗 对于是否惩处 警政署长黄明昭表示 调查之后将会交由内政部来决定 走进新医区豪华私人招待所 他是警大校长陈泽文 五年前时任三线三星警政委员 警戒高官却和天道蒙大哥 有说有笑 陈泽文被踢爆接受黑道招待 称当时是为了搜集白狼张安乐的情资 他口中的正当理由 现在遭警政署打脸 那经过警政署杜阿世 将历次的一个报备的情形的名单 检视是没有报备的资料 也没有事后报告接触内容的资料 前立委黄国昌发文痛批 陈泽文胡扯 不仅严重违反警记 还公然说谎 如此行径腐败的人 还示任警大校长吗 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 出来试图想要帮陈泽文洗地 什么阴谋论啊 带风向 这个事情还有续集 下礼拜 并含话内政部长徐国勇别包庇 只是现在徐国勇也被爆出 与陈泽文曾经同桌喝酒 照片遭不明人士在网路上疯传 徐国勇发声明澄清这是六年半前任 部分驱使受邀参加餐序 当时根本不知道有邀谁 而吃饭的餐厅是公开透明的场合 没有不可告人之处 不应乱作不正当的连结 而徐国勇下令严查陈泽文至今 警政署初步报告出炉将如何惩处 因为警大校长跟警政署是平行单位 那我们会做一个调查以后 那报给部来做一个决定 真的与黑道挂钩还是程序有瑕疵 无论答案是什么 人民的信任感恐怕已经留下疑虑 这里是杨文豪林昭显台报道 小独自闪 估许多 不好 born 存在